馬來西亞中醫2022年4月1日全面開通 女俠只要已經完成疫苗接種 出發前兩天完成RTPCR 檢測 多達馬來西亞俠以14小時內 接受專業的RTG-AG測試 而結果是negative 就無需隔離 歡迎大家到馬來西亞 入境前大家有三項項項要準備好 第一就是保險 所有非馬來西亞國際的旅客 都必須要購買投保範圍 包括山公費和旅遊的保險 第二個所有旅客都必須要 download、register和activate Mindsajatera的健康申報APP 在這個APP中有三項項項要填上 第一個就是旅客的健康申報表 第二個就是在Travelers這個 icon中填寫入境的表 第三個就是OVERSEAS的VACCINATION DETAILS 大家如果是接種了疫苗或者未有接種 或者你是因為一些醫療原因 就未能夠接種疫苗 你都要將你的疫苗接種證書 或者是醫生發出的證明信 在這裡上傳和update 現在就是在至少在出發前五天 要upload你的相關文件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越做upload越好 旅客都必須要進行RT-PCR的核酸檢測 旅客到達馬來西亞之後 就要在24小時內進行RTK-AG的快速控源測試 在金融波國際第一 機場和第二機場都有提供這個服務 如果檢測結果是positive的話 旅客就將被送往私人的醫療機構 如果旅客已經完成了疫苗感 就需要隔離7天 如果你是未有接種疫苗感 就需要隔離10天 在出發前購買的保險 就可以作為支付隔離的費用 而未有接種的旅客 就必須在馬來西亞隔離5天 在第4天完成RT-PCR檢測 或者是等5天完成RTK-AG的快速測試 影片和資訊都可以在下面的描述 如果大家想計劃你的馬來西亞行程 都可以在我們的Instagram Tourism MalaysiaHK的Guard裡面 看到或者去我們的Tourism Malaysia官方網站 玩回隔離3水的行程 多謝大家的收看 就記得Like、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馬來西亞見 上網就贊給Malaysia